内蒙古是个非常出名的县市 满洲历市 呼伦贝尔市带馆的县级市 及西林蒙古国北极俄罗斯 被誉为东亚之窗 是中国最大的陆运口岸城市 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边境旅游试验区 雅克什市 呼伦贝尔市下县级市 它是内蒙古大型安岭政治 经济文化医疗和交通中心 素有中国森林工业之都 中国冰雪之都之称 二连浩特市 西林郭勒蒙峡厦县级市 其北与蒙古国口岸城市 扎门乌德隔界相望 两市相距4.5公里 该市是中国对蒙开放的 最大公路铁路口岸城市 西林浩特市 西林郭勒蒙蒙府所在地 这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 汉族占多数 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素有草原明珠的美誉 是2019中国西部百强县市 扎兰屯市 呼伦贝尔市侠县级市 是呼伦贝尔副中心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呼伦贝尔市商品交易中心之一 是额梦商品进入中国内地的 第一个重要城市 阿尔山市 它是新安盟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是全国纬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著名的四大草原在这里交汇 是2020中国冰雪旅游石墙县 乌兰浩特市 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 其位于大兴安岭南路 内蒙古自治区东部 是新安盟的行政中心 是2020全国双拥模范城 丰镇市 其地处河北省 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 三省区交界处 是自治区的南大门 素有塞外古镇 商贸客战之城 是2020年自治区双拥模范城 波林郭勒市 其位于大兴安岭南路 在科尔清草原腹地 是内蒙古自治区 一座阴梅而建 圆梅而新的新兴工业城市 是2019中国西部百强县市 宁城县 别名大宁 宁城县历史悠久 风光秀美 素有千年古都 山水宁城之称 2020年入选中国最美县余榜单 朋友们 你们认为哪座城最美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